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轻松一下 因为最近呢,老师说这个时政话题啊 实际有些人啊,也挺糟心的 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 而且呢,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那么这两天啊,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啊 发现了有这个不明飞行物 这个视频拍的非常清楚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 就是有三个飞行物啊,在天空飞行 而且他们的这个飞行轨迹非常明显 而且呢,我们能看到这个飞行物的后面啊 有喷射的火焰 而且他们有这个变光行为 那么从这个视频我们大概能判断啊 这个东西啊,应该是一个人造飞行器 不像是一个自然现象 如果是个大自然的现象呢 它也不会有三个飞行器啊 同时做这么有规律的运动 所以这个事情啊 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个UFO的讨论 就是这个外星人这个话题啊 因为这么多年来 各地都有拍到这个不明飞行物的这个视频了 照片了 但是这个是拍的最逼真的 而且从他这个运动轨迹 还用他自身的变化来看啊 很有可能呢 是这个人造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地球人没有造过这个东西啊 那么人们呢 又提起这个话题 有可能这是外星人 也许这些外星人啊 就没有离开过地球 他们一直在陪伴着地球的发展 也时刻监视着地球 这种说法呢 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啊 也多有表现嘛 所以作为我个人来说呢 我并不排斥外星生物这种说法 因为宇宙这么大 地球能孕育出生命 那么其他的星球就不能孕育出生命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而且从人类的发展来看 这个前几百万年 人类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基本上就是比那个动物呀 先进一点点 但是近一万年来啊 人类文明可是有个非要式的发展呀 另外到了近一二百年 这个发展更是不得了 现在人类登上火星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所以你就拿人类做比较 假如说有一个星球 比地球早发展了几百万年 那么你想想 他们会有多么先进 对不对 他们这样是非常在星际航行 那么到达地球 这种可能性啊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从来不服认啊 有外星人存在 那么外星人是不是在地球上 这个有待于继续去考证 那么我对这方面呢 我从小就非常感兴趣 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朋友呢 应该也记得嘛 在那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也有一股飞碟热 有关飞碟的报道呀 故事呀也非常多 当时呢还专门有一部杂志 叫做飞碟探索 我当时还哭着闹着 让我母亲呀 给我订了一本飞碟探索 也是很有意思 我经常看了以后呀 把这些故事呢 也分享给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听了以后都非常的神奇 那么有关外星这个事情呢 我在这些年啊 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这么多年这个研习圣经以后啊 我发现圣经里头记载的一些场景呢 实际按照现代科技来说啊 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 你比方说摩西到这个山上去见上帝的时候 那种效果完全是可以拿升光电做到的嘛 假如说在那个时代 就一个比我们维度高很多的文明的人 已经到达了地球 在某些方面对人类做出了一些指点 那么那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对不对 当然啊 我说这些啊 不是挑战圣经啊 这是我发散思维的一些想法 那么后面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啊 发生在我身边的啊 有关于UFO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应该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啊 应该都听说过 但是我呢 印象更深刻 好像是在1980年左右啊 在新疆的和田地区吗 还是喀什地区 说是有一个少女啊 被外星人给掠走了 然后过了十年呢 又送回来了 这个事情啊 传得特别深 因为当地农村呀 一个少女啊 在16岁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天失踪了 然后就再也找不见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 她的母亲也去世了 她父亲一个人啊 为了思念女儿呀 就是保留着她女儿走的时候啊 那个房间的那个样子 希望她女儿啊 有一天能返回来 这个故事的主任王啊 是维吾尔族 所以呢 这个事情在民间啊 本来就传得很厉害 然后过了十年以后啊 有一天晚上啊 这个老汉从地里收工回来以后呢 走进院子的时候 看见她女儿房间那个灯啊 怎么给亮着呢 然后这个老汉 推干她女儿的门 一看 是她失踪十年的女儿呀 坐在床上的 而且穿着呢 就跟当年走的时候啊 是一模一样的 老汉惊喜坏了 然后就问她女儿是咋回事 然后她女儿告诉她呀 当年啊 她正在床上睡觉 突然一道光照进来 她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后来她知道 她是被外星人啊 给掠到了飞船上面 然后呢 她又讲了很多 她跟外星人打交道的这些情节啊 当然我也记不清楚了 然后现在呢 外星人呢 又把她给送回来了 这个事情 迅速在民间传开了 然后很多的广播电台 报纸都进行了报道 因为当时又没有网络 传播信息呢 就是靠广播 就是靠这个报纸 那个时候很多家庭 还没有电视呢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越传越神 包括我订的那个杂志啊 废谍探索上面呢 也登过这个故事 而且还根据 那个女孩的描述呀 写了很多 她跟外星人 打交道的场所 人们认为啊 这都是真的 另外还一个情况呢 就是在新疆 很多地方呀 发现了据说是 外星人的遗址 就是有很多 奇怪的建筑啊 特别是在阿勒泰地区呢 有一个史前的岩画 这个岩画啊 它上面居然画的 有飞机的造型 有火箭的造型 所以人们都推测呀 这些岩画呀 都是外星人留下的记号 所以这个女孩 被外星人 掠走这个事情呢 就跟真的一样 最后这个事情啊 好像是中国国家科学院 有人对这个提出的质疑 就亲自派工作主要 到当地去做了这个调查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 这个配合下呀 终于把这个真相呢 给揭露出来了 所以大家听完以后呀 这个故事呀 也是非常狗血的 就是这家维吾尔族夫妻呀 生了两个女儿 长得还都比较漂亮 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那么她的大女儿呢 就嫁给了一个教师 教师在当时呀 都是很体面的工作呀 也代表了你家里头呀 可以风衣足食嘛 在那个年代 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 她这个大女儿 能找一个老师 那你想想 在十里八乡啊 也算是很体面的人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 她这个二女儿呢 也是越来越 长得挺挺欲力 她的这个大女婿呢 就对这个女儿呀 起了歪心 最后呢 是连哄带骗啊 就把这个二女儿呢 也拒为了己有 然后呢 她这个女婿呀 也非常变态 就是想把这个二女儿呀 长期拒为己有 那么怎么办呢 她就想办法 把这个二女儿呀 囚禁在家里头 她就把他们家这个菜窍呀 进行了一个扩建 然后把她这个二女儿呢 平时就藏在这个菜窍里头 她老婆呢 也曾经反对过 但是在她的这个威胁下啊 就是她以她老师的身份啊 来威胁他们姐妹俩 说你们要把这个事情讲出去 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贫困 等等的啊 就是说了很多 那姐妹俩呢 也没有什么文化 再加上呢 她这个女婿呢 能说会道 又加上一些威胁 那姐妹俩居然同意了 他们就生活在一起 这样一过呀 就过了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她这个二女儿呢 也经常从低窍里头出来 在院子里头走动一下 有邻居也都看见了 看到以后呢 他们就说啊 这是他们家一个远方亲戚 等等的啊 就是打一个马会啊 就把这个事情过去了 因为那个女孩失踪 时间也长了呢 大家也都渐渐的 把这个事情给淡忘了 那么十年以后啊 这个二女儿呀 也逐渐长大了 可能也意识到啊 她以前做的这个决定 是有问题的 她就想回家 就这样一直去闹 最后她这个姐夫一看呢 你要闹着回家呢 也确实呢 再没有办法强留 那就说你要回也行啊 那我们想一个万全之计 就是你回去以后 咋说你这十年去哪了吗 你不能给别人说 你这十年被我囚禁在菜教里头吗 对不对 随后他们思前想后呀 就是想出了 我前面给大家讲的那一套东西 因为这个老师呀 跟江泰公一样 也是一个UFO爱好者 也跟我一样定的 有这个废列探索 平时呢 也经常看这方面的杂志 所以他脑袋里头呢 也充满了这种奇思怪想吧 所以他就给他这个小意思教呀 你回去以后你就说被外星人给掠走了 现在又被送回来了 你这样说呀 大家肯定都会相信的 所以我开始讲的那一幕呢 也就出现了 实际他女婿的这个计策呀 都差一点成功 因为他这套说法啊 在当地没有人怀疑的 在那个年代 在他们那个地方 很多人不识字 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不会讲汉语 所以这些知识呀 他们也不知道 一个有文化的老师 把这个故事一编以后啊 很多人都相信了 最后你想 全国那么多媒体都报道了 还不是很多人相信的吗 最后也是拥有北京的工作主提出的质疑 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这个案子才被破了 如果不破 这可能还是个未解之谜的 所以呀 大家不要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啊 就跟现在这些华为粉说呀 华为手机遥遥领先 那么多人都相信的 对不对 那么在1980年的 放在一个大多数都是文盲的地区 有谁会不相信这个故事呢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